所以表單啟動的話一定是home.show 名稱記得要match 所以剛剛有同學沒改 home就是從這邊name改一下 它的名稱由這邊決定 有一個屬性叫name 你不要改錯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再來就是說把這個表單打開來 請記住一件事情就是 將來如果說我今天要把資料怎麼樣 放在 一個某個位置的話 像這邊下面我希望放到這邊來 所以我需要怎麼樣 知道 這個 這個元件裡面到底使用者填了什麼東西進來 那它填進來之後會 把它存在有個屬性裡面 叫 這個裡面的一個屬性叫test test 所以特別注意喔 等一下請各位改一下 在 這一個框框 因為等一下我需要它裡面的資料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 變更一下它的名稱 它的名稱 原來 它名稱好像叫什麼 Test Box 1吧 如果你原來 這樣拖拉過來的話 它應該會 出現的名稱叫什麼 Test Box 1 對不對 請你把它改一下 這個名稱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我這邊 改一個跟我一樣好了 這個叫 Tst test 你可以參考那個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好像也有 那個 這邊這邊有那個 參考 這個叫T 有點小 放大一下 Tst 01 這個是02 03 04 05 應該反正就照這個邏輯 所以這個就 Tst 01 02 03 以此類推 那這一個 叫 CB Cumbo Box 簡稱CB CB01 OK 那為什麼要重新命名 因為等一下我需要 叫得出它的名字 並且取得它裡面的資料 我才有辦法去什麼 控制它 不然我叫不出名字的話 那我將來就沒辦法取得正確的資料 特別注意 當然你剛剛那個名稱叫Test Box 也可以啦 不過你變成要打得比較長一點點 我自己錄影 蛤 有啊 有有有 有有 OK 好應該是 應該我這裡已經 錄了N年了 應該 OK 那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1 一直到5 這個CB0應該沒問題啦 第二步驟 剛剛是啟動它 但是我們還要需要做什麼 重新 取名稱 那這個的話 COMBOBOX這個名稱 看你要不要改啦 跟這樣 這個是 卡片Button 看你需不要改 如果你不改沒關係 我是把它改成叫 B01 好 那 我們將來呢 當我按下它的時候 會需要做一些事 什麼事呢 就是把資料 通通填上去 那填上去的部分 裡面有幾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注意 就是第一個 如何自動增加編號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上面的編號 加1寫過來 怎麼做 第二個的話呢 一個